在中国大陆颇有人气的湖南卫视的王牌选秀节目快乐女生 今年的总决赛刚刚落幕就被国家广电总局以节目严重超时为由 勒令名言不得再办 评论指出民众喜欢什么广电总局就禁止什么 中共当局对文化娱乐领域的管制越来越过分 请看报道 快乐女生是湖南卫视的王牌选秀节目 这个节目的前身是曾在中国电视界掀起旋风的超级女生 但9月16号2011年度的快乐女生总决赛却在匆忙中落下帷幕 湖南卫视内部人员透露 广电总局规定 今年的选秀节目不准哭 不准观众短信投票 快乐女生的比赛需要150分钟 但广电总局只允许90分钟 这些规定导致快乐女生面临很多困难 最终的总决赛也因此被严重缩水 赛后 湖南卫视总编室主任李浩向媒体证实 因为节目超时等原因 国家广电总局通报 停止湖南卫视2012年举办类似选秀节目 超女快女称为绝唱 一个月前 湖南卫视就曾因为快女比赛严重超时 受到广电总局的处罚 甚至电视台台长被迫亲自前往北京请罪 多年来广电总局对各电视台的娱乐节目下达了很多禁令 被通称为限预令 这些规定包括省级卫视每年只能有一档选秀节目 播出时间不能超过两个月 播出次数不超过十次 黄金时段不准播出 每场播出不许超过90分钟等 南方周末报道 即将出台的加强版限预令 从原来的十条增加到十六条 新增禁令包括 下午五点到晚上十点 娱乐节目每周不能超过三次 邀请港台嘉宾要上报批论等 目前这个限预令 去各电视台说了还没有下发到他们手里面 但是已经内部通告了 对快乐旅程的超时的处罚了 我估计应该是限预令的第一步 9月16号广电总局通报 河北石家庄电视台的情感故事类栏目 情感密码放大扭曲伦理道德观 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暂停石家庄电视台影视频道一个月 网易网民则响应 现实比电视节目残酷十倍 这一根帖获得了近万人的支持 也有网友质问广电总局 电视节目是否扭曲价值观 是否误导 交给我自己判断好吗 广电总局对各省级卫视 做出很多限制 但对央视却没有相关规定 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学教授展江 对香港《明报》表示 快乐女生的收视率比央视节目要好 广电总局是在维护央视的利益 那么民众为什么不喜欢央视的节目呢 就是凡是在央视播的节目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就是它是对国家意志的强调 它代表的是国家意志的声音 所以民众对这种 对央视播出的这种节目 肯定是非常反感的 就不喜欢看 因为如果生活在这个社会的话 你很容易看出这种节目的虚假来 无论是它的娱乐节目也好 还是它的电视剧也好 还是它的新闻节目 它都是一脉相腾的 2004年 湖南卫视首推超级女生选秀节目 称为中国电视界的选秀鼻祖 被民众分为娱乐王 湖南卫视也因此屡屡成为 广电总局的封杀目标 民众为什么喜欢看娱乐节目 不是喜欢看 是被逼着 因为它的黄金市场 所有民众感兴趣的题材 全部禁止了 那你不只有看娱乐节目吗 当民众喜欢看娱乐节目的时候 它也把娱乐节目禁止了 那么我相信肯定 各地卫视它仍然会动脑子 生产出另外一种类型的节目 华商城报报导 湖南卫视总编室主任李浩表示 湖南卫视正在研究新的节目 来代替选秀节目 但到底是什么节目 目前还不方便透露 新唐人记者朱智善 李谦周天采访报导